好来看到玉璃警分局毫无预警实施启动快速打击犯罪部队演练 假设郡之姿势状况 三分钟内快速集结线上警网以及动员侦察队 各分柱的派出所以及内勤远警总共10人到场来因应 展现灵活调度快速打击犯罪的实力 晚间8点10分玉璃警分局前务指挥中心接获了测试报案的电话 指称玉璃镇中山路二段由5名酒客发生口角进而衍生持棍棒来护殴 玉璃派出所所长曾月涵接获通知之后 三分钟内抵达现场来处理 以强力执法作为隔离双方人马 为了严访现场的歧视扩大 请求快速打击警力支援 很快短短5分钟内集结了10名警力以及5部的巡逻车 现场指挥官转由侦察队长来担任 厘清案情后分配警戒逮捕修正的工作 并由侦察队值日小队前往了解斗殴的原因 嫌犯5名建场分别上铐搜身逮捕 并且带回玉璃索及侦察队进行隔离侦办 完成状况演练 借由演练检讨测进才能建立远景迅速的反应 相互协议的默契 让同仁熟悉处置流程 来提升处理暴力案件的能力 并且也强化民众对警察的信心 确保民众生命身体财产的安全 记者高雄双域正采访报道